来看陶渊地区的黑帮利用毒品控制青少年 而最夸张的是这个集团的老大 他要这个手下好好认真读书 特别是要练习好警校的考古题 因为呢希望他们未来渗透警戒当卧底 警方搜索时发现 认为这简直是电影无间道的翻版 手持棍棒铁条凶绳扼杀的一群人冲进烧烤店 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桌上砸 原本在吃饭的客人吓坏了 就怕木棍不长眼赶紧落跑 但杂点还没结束 翻桌提议大声咆哮 除了欺负小本经营的烧烤店之外 这群黑衣人还寄予建筑工地利润 找来两百多个青少年恐吓地主 但更夸张的是讨在集团 竟然想要模仿无间道剧情 派出小弟考警校当卧底 原来许姓老大要他好好念书 考进警察学校成为人民保姆 让警方看到直呼根本就是无间道的翻版 是将他们的步伐触角 伸进那个校园当中 利用少量的K大命 吸引在校的学生吸食之后 进而控制 再转而要求他们来贩卖 他们的那个罪行令人罚止 洪派分子利用K大命控制青少年 还想要进一步利用他们来报考警校 渗透警戒当卧底 幸好警方及时抓人 才不让无间道的剧情真实发生 中文新闻好转人李一婷 新闻市报道